2011年时,距离台湾8000多公里远的叙利亚 因为追求民族引发了内战 在战火的影响下,叙利亚人民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我们在四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关心过叙利亚了 当时我们办了义卖活动,并制作海报 走进社群向他们介绍我们的行动 但是叙利亚的内战已经快要满五年了 却还没有结束 而且台湾的新闻报道不完整 导致一些人对叙利亚人 还有以斯兰教徒有错误的偏见 我们希望他们能用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其实叙利亚的小孩跟我们都一样 也有权利有一个安全的家 余先生和我们分享他在土耳其帮助叙利亚人的经验 马俊能先生分享当地的风俗、宗教和音乐 让我们感受到叙利亚的美好 我们想学习科杂克 用自己的力量编一份报纸 表达我们自己的心生和想法 让更多人来关心叙利亚 讨论完每个版面的大纲之后 会分工收集自己需要的资料 然后再编辑报纸、设计版标 之后就会输出成为海报或者电子档 影像能传递力量 举办摄影展可以呈现真实的虚拟亚 并期待通过镜头可以传达大家内心的希望与感受 感染更多人 引发更多人的关注 那既然老师跟我们分享一句话 那既然老师跟我们分享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武器能够摧毁恐怖组织 但是教育才能永久的杜绝恐怖组织 先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阿拉伯的一个市场拍的 小贩把这些香料堆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这是叙利亚的17岁女孩慕容 她现在和家人在约旦的难民营生活 她努力的鼓励女孩们来学校受教育 也被称为叙利亚的马拉拉 她相信全世界的女孩和男孩都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改变 来看这个展览之前 我一直以为叙利亚国家就是只有战争 也刚开始也把伊斯兰教跟伊斯兰帝国搞混 我今天来到叙利亚家里的诺文 我想要帮助叙利亚人 我觉得孩子们办这个活动啊 实际上是非常棒 国际关系应该要从小准备养起 希望大家多多付出关心 希望叙利亚人民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希望在其他国家的叙利亚人能够早日回到家乡 我希望联合国的和平协议可以真的实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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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